哈喽 今天这个妆容 我自己画得非常的满意 比上一支Get Ready With Me的那支视频 还要满意 可能是我的状态比较好 所以整个妆容的配色和出现的效果 都会比那支视频当中更加精致一点 可是所有的步法和所有的产品用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这个叠加的红色的颜色变了一下 其余的都一模一样 可是我个人感觉整个妆容就是 更加的精致不少 反正就是看了更显嫩一点 然后更加有活力一点点 你们觉得呢 今天呢是新年的第一支创搭视频 想外来跟大家分享的 还是你们最喜欢的优衣裤 因为优衣裤刚刚上显了一些 二三年的春夏新品 我觉得每一件衣服都很好看 我只是选了一部分 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比较能穿得到的 当然是比较适合天气 已经回暖的地区的妹子去尝试 所有的产品呢 我已经收到了 我收到的时候 这个箱子已经浪成这样子了 所以为了看一下它里面的衣服 是不是有被弄脏啊 或者少了几件 然后我就全部把它拆开了 那这边拆箱视频呢 我们就直接热火 直接看上升的效果 好吧 看看哪几样是你们也很喜欢的单品 第一件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件裙子 今年刚出的一个摆折裙 它们家每年基本都会出类似的摆折裙 就颜色上面有点不一样 可是今年出的这件我比较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下摆 做的是一个不规则的剪裁 后面跟前面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会让整件比较普普通通的这种摆折裙 看着更加的有设计感一点点 然后这个颜色我也非常推荐你们去买这个颜色 它是一件浅灰色偏银色的 近看的话 它不是那种雾面的面料 它是有反光的 看着有点像银白色 就是有点像我戒着颜色 是有本来秤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会不会走光 上面配的这件灰色卫衣是外皮料的 在之前的视频给大家推荐过了 也是它们家一个新款 它的面料是有一点像太空棉的面料 正好这两个都是灰色 搭配在一起就非常的舒服 这种摆折裙配卫衣的话 看起来就会更加的青春活力一点 宽威是一个米白色的宽威鞋 然后再搭了这个POLAME的包包 因为这个棕色比较偏红 我可以呼应一下鞋子上面这条红线 轮套穿插做出来 色系上面是非常和谐的 它非常的遮小腹 除了我这件唯一可以把小腹这边盖住以外 侧面看的话 它也是平的 所以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是有一点点小腹的姑娘的话 这件裙子它不会凸显你的小腹 放松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也是平的 收起来状态是这样子的 也是平的 侧面看它都是平的 因为裙子的这一块 就是下腹这一块是松的 会顺着你的最高点直接往下滑下去 是一个直面的 不会有一个这样包起来的 一个隆起的感觉 懂我的意思吧 我买的是一个国内的S码 第二套还是用了这件裙子 上面的上衣给它换了一下 这件衣服一共有五个颜色 蓝白灰粉色跟紫色 这两个颜色在搭配性上面 可能需要一点点技巧 蓝白灰这三个基础色呢 就是那种旺颜色 你们可以穿很久 像我这件就是一件灰色的 他们家3D真姿系列的 Villings的毛衣 我特别推荐 因为它的Villings开的 不是特别的深 甜浅的一个Villings 会让女生的那种曲线 体现出非常完美的一个感觉 只要你穿了这件衣服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温柔很甜美 不会看得那么的休闲 然后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它是一件灰色 今年这款呢 它是一个长袖的 我觉得长袖的比起 气氛袖的和短袖的 都要更加的实在一点 就是现在的天气都能穿 我买的这件是国内的一个中码 它的面料因为是棉的 不是羊毛的 所以它不会有任何渣的问题 它面料不是那种特别柔软 也不特别硬 整个穿起来舒适度很高 他们家这种衣服 真的能穿很多很多年啊 如果你们自己就是 很上于去搭配的话 它的利用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把皮带拿了给你们看一下 整件毛衣上身的效果 就不做装饰的话 没有开刹的这种毛衣的话 它其实是很好的 可以去覆盖掉 你小腹这边凸起的问题 这套呢所有的衣服都是100%全棉的 这件衣衣呢是白色绿色 相接的条纹素条纹的 我觉得女生穿绿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衣衣呢有三个颜色 粉色绿色和蓝色 颜色不多 没有一些基础色 就200%那件可能是他们的基础色 绿色跟粉色都是那种季节性比较强的颜色 像这种颜色比较亮的当地 大家不用买太多 买一两件来调节一下自己 衣柜里基础色的衣服就可以了 这件裤子的话 我买的是155 64这个尺寸 给我的话是正正好 我大概是有个93公分的臀位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还有当部的话 他们家这种西裤基本都不会卡当 当部的话我是166的身高 穿起来完全不需要裁剪 这件买官是可以直接穿的 如果你们是在欧洲或者美国的话 他们的版型和尺寸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会把对应的尺寸放在下方的info box里面 你们购买之前看一下对应的尺寸 这样买起来会比较精准一点 给你们提供另外一个庞大思路 就是把这件衬衣当一个外套来穿 这样在春末初夏的时候还蛮适合的 下面就搭一个小白T鞋子 裤子都不用换 同样还是这一套换个包包 这件裤子是百分之百全棉的 它面料很丝滑 不是那种粗糙的全棉的面料 裤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皱 就是那种你稍微运一下 它也能很容易运平的这种全棉面料 面料的厚度大概是比较适合春天的时候穿 穿起来修饰腿型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会让你腿看得很直 除了这边的包容性也很强 优衣裤架的这种西装裤 我还是蛮推荐的 因为个人其实已经穿了很多很多条 我觉得都蛮好穿的 它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 很正的这种卡其色 这件裤子我感觉买过它的姐妹应该不陌生 会很喜欢穿 因为它的版型可能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 迷行身裁 穿起来就是很舒适 跟去年的版本比的话 它是一个折 新版的话是两个折的 这件黑色的话它面料比起这个灰色 今年的新款的话 它面料更薄一点 是秋冬款 然后这件的话是春夏款 它的面料更厚实一点 然后更硬挺一点 去年这件我买的是一件M码 我现在身上这件是一件S码 S码比去年的这件M码的长度 还要长了两到三厘米左右 像这件黑色的中码的话 我去年买到它 整个冬天就是穿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然后它的搭配性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件裤子这个季度出了五个颜色 一个是灰色黑色 两个基础颜色 还有一个是奶黄色 还有个绿色 还有件蓝色 都是那种饱和度很低 马卡龙的颜色 特别适合春夏天去穿 这件衣是他们家基础款 颜色是有一点点透的 面料也是比较轻薄的 是百分之百棉的 像这种衣衣的话 如果你们买过来 用来做打底的话 买这件是可以的 因为它比较轻薄 装在毛衣或者外套下面 会比较舒服一点 下面这件是一个长袖的调纹梯 这件是白色的底 然后黑色调纹的 我是买了一件S 因为是用来做打底的 所以我不想太多的面料 在里面有点过满满满的感觉 那种基础款你们放在柜子里 可以穿很久的那种衣服 然后就给它带了一个 这种长的链纸 带起来就是一个装饰的效果 这件T恤真的是颜色很好看 它是这种牛油果色的绿 然后颜色很亮 看一下它背后 它背后的图片也非常的可爱 是一个大大的水果 前面是有一点点烫刺的 这件T恤的话是一件中马 狼女童款 所以它的马数会偏大一点点 你们要是想穿的合身一点的话 那就尽量往小号的去买就可以了 下面这件打底S码的话 给我是正正好的 就是我平时穿的那个马数 然后它的下摆的话 是这种圆弧形的下摆 衣领的话是这种白色的衣领 也可以当着穿也蛮好看的 褲子的话是一个阔腿的牛仔裤 是一个深灰色 它很广一共有三个颜色 蓝白灰 这件是灰色的 灰色我买的是155 62这个尺寸 24嘛 给我臀位这边是正好的 一个93左右的臀位 今天新错这款 他们可能有去做过改良 这款的话给我的话不会卡单 它长度也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长度 我一粒肉身高的话完全不需要改 正好是到脚面上面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的堆量 收腹的功能也蛮好的 没有很显肚子 然后看一下它的臀尾 翻起来的话屁股显得也还是蛮凉 蛮好看的 不会特别压屁股 这是百分之百棉的 它整个面料还是蛮硬挺的 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轻薄 是比较适合秋天和春天穿的 这个也没有任何的弹力 给你们提供另外一个搭配素揽 还是拿这件牛油果绿的T恤 外面加了一件白色衬衣 作为一个中间层 然后外面加了这件夹克 这件夹克呢是今年的新款 它有个卡其色 一个白色 还有一件紫色 这个颜色第一它比较耐脏 第二的话它比较耐穿 这件颜色可能属于那种长青黄 就是你今年买了明年继续可以穿 不会像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 我记得速度会更加快一点 这件夹克的话 它的版型是那种飞行员短板的夹克 然后整个版型还蛮好看的 面料是这种纯棉的面料 它会很容易皱 也很薄 有点像衬衣的面料 它相机上面有点曝光 它颜色会显得浅一点 现实生活当中 它是一个藏青色 这是最后一套 其实这一套是我整个包裹当中 最期待收到的一套衣服 我觉得这一套真的非常的温柔 然后穿起来就是那种知性小姐姐的包 可是我觉得这一套衣服有一个很大的忘 就是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有小腹的话 就是完全不能穿这件裙子 就是让我的小腹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无遗 我吸肚子它还是会显得很明显 因为它这件裙子跟那件百则裙的差异就在于 这一块下面这一块布料 也是贴着你的小腹走的 所以它会很凸显你上面这块凸出来的地方 虽然它衣服可以盖掉一点点 不过也不是很好的能盖住 我觉得这件裙子对身材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不是适合所有女生去尝试的 上衣的话我是非常推荐的 它是百分之百年的 它的支线是这种非常密实的支线 贴肤很舒服很丝滑一点都不扎 还有就是它这件衣服的弹性还是蛮好的 整件上衣穿起来就很好看 然后它的领子的话是这种有一点点微微的小高领的 会比较贴合着你的颈部线条去走 整个穿起来就是比较自信一点点 我觉得这件上衣是非常推荐的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优衣酷的春装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觉得视频拍的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视频点赞留言和转发 我会非常开心的 那我们就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